Hello,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一页式网站的组成架构 当你听完整个组成架构之后 你就会了解制作一页式网站 其实只要花大概一天的时间 如果已经有人把素材都准备好给你的话 那这个一页式网站 其实应该一个小时以内应该就可以做完了 主要花在比较多时间是假设这些文案都没有 是你要自己来写的话 这才会花比较多时间 或者是照片也都没有 必须你自己去找的时候 这才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这个网站我大概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才做完 因为我要去找这些素材 其他的大概有范本直接套一套就OK了 那我们主要来讲一下 它的结构是怎么做 从上面依序看下来 第一个就是将来我会教这个课程 怎么样去做一页式的网站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将会教左边这个logo怎么去更换 我把它拆成两个网页来看 这是手机版 这个手机版 手机版的样子 好 那这个是电脑版看到的样子 就长这样子 那这个手机版跟电脑版呢 我们在教学课程里面 也会讲怎么样让它长得不一样 应该说预设它本来就是不一样 手机版本来就长这样 可是有一些微调的地方啊 有一些微调的地方 比如说我希望手机版的这个logo可以换另外一个 跟这个网页版logo不一样 这是OK的哦 甚至是它的大小可以去做调整 在手机版里面可以独立去做调整哦 电脑版的logo呢 大小也可以从后台直接去做调整哦 第二个呢 我们来讲的就是固定式的选单 这个固定式选单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往下拉 它这个选单还是固定在上面 这个就是固定式选单 像有些网页你这样往下拉的时候 它选单就跑上去了 那跑上去之后呢 你找不到选单很麻烦 尤其是这种一页式网页 一页式网页就是比如说我点这个 服务项目点下去的时候 它往下跑 服务流程 往下跑 团队成员 跑到团队成的这个项目来 客户见证 跑到下面来客户见证 它往下跑 所以它点了选单之后啊 并不是跳一页哦 它在同一页 可是它可以往下跑 所以这时候固定选单就非常的重要啦 如果你选单往上跑上去 然后找不到选单可以按的时候 那这个一页式的网页往下跑的时候啊 你找不到选单就没得点啊 很麻烦 你就变成说又要点右下角 然后回到最上面 然后才去点另外一个选单 所以这个在制作网页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个细节 那第三个教学设定呢 就是指定锚点 锚点就是说 像这个 点了客户见证 它跑到这个客户见证这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呢 必须在上面下一个锚点 那个锚点的后台才看得到 在前台是看不到的 那个锚点是个隐形的锚点 等于说 我去点了这个客户见证 它就跑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锚点下在这边 点了服务流程 它跑到服务流程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隐形的锚点是下在这边 所以你必须要去下锚点 才有办法按照这个选单 点击的时候呢 跳到那一个锚点去 指定到特定的位置去 这样你才有办法做成一页式的网页 因为它不会去跳页 它并不是跳到另外一个新的页面 这样的话网页载入的速度就很快 然后第四个呢 我们会交的就是这个按钮产生器 它这个按钮产生器很简单 在后台直接新增一个按钮 然后可以去修改它的颜色 然后里面可以去打字 然后呢 按钮产生器的这个按钮 本身也要去指定锚点 比如说刚选单点了之后呢 它会跑到这个指定的锚点去 那我点了这个按钮的时候 比如说关于我 点了之后呢 它就跑到这个关于我的锚点 所以这个按钮啊 比如说那些不能说的是 这个也是一个按钮 点了之后呢会跑到下面去 因为我在下面这边也下一个锚点 所以这个按钮呢 就跟上面这个 选单意思是一样的 它也可以去指定锚点 跳到某一个锚点去 第五堂课呢 我们会讲到这个 Banner的大图轮波 现在你看到这个大图 有没有 它 淡入淡出已经第2张了 好再来一张 淡入淡出这是第3张 你可以有很多张 大图在这边做轮波 第六课程呢 我们会讲到用不同的底色 再去区分这个版面 什么叫不同底色呢 比如说你看这个底色是白的 但是底下这个底色就比较丰富了 它是这个绿色 浅绿色 然后这边呢是 更浅的绿色 接近灰色 这边呢是白色 有没有 然后这边呢是 有一点点弧度的线 这个在后台都是可以直接做出来的 这个不是图片 这不需要做图片 因为图片越多的话 网站载入的速度就会越慢 然后再看到下面 好你看 这边也是一个 不同颜色的底图 好 然后这也是一个 这深蓝色 刚这是有 漸层 漸层色 灰色 漸层到浅蓝色 然后这边是比较深的蓝色 然后这边是整个黑色 然后最下面是深灰色 好这个就是用不同的底色 去做区隔 让你这个版面看起来比较丰富 不会单调 好那第七个章节呢 我们来看这个客户见证这个元件 好像这个元件呢 也是不需要去做写程式 这是直接在后台里面拉出来的元件功能 那他就会 有预设 这是预设的 比如说这个 文字 跟这个图片 还有旁边这个小的文字 这个都是预设好的 然后这个三个板块 这个全部都已经预设好了 那你如果说三个板块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自己再复制 然后变成六个板块在底下 这也是OK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这个客户见证的话 这非常非常方便 一秒钟就搞定了 好再来第八个单元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可以去迁入外部的影片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迁入YouTube的影片 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迁入影片 这么简单的功能 而是说迁入影片之后 旁边这个蓝色的框框怎么去加 平常看到很多网站 他迁入影片之后 旁边如果没有这个蓝色框框的话 质感比较差 那有了这个蓝色框框的时候 这个框框的颜色可以换 那我们会跟你讲说这个蓝色框框应该怎么做 然后他可以更粗也可以更细 这个在后台都可以直接做调整 非常非常简单 第九个课程我们会讲到浮动式夜角的外挂 什么叫浮动式夜角呢 就是这个 加LINE对谈 点拨 点尺 拨打免费电话 这个叫浮动式夜角 所以浮动式夜角就是像这样 你看 我不管 往上或往下 这个夜角都会固定贴在这边 它其实是浮动的 你说他固定在这边怎么叫做浮动呢 就是因为他浮动 而且我让他固定浮动在底部 不是在顶部 而是在底部 我故意这样做设定 所以呢你这样不管往上拉 往上拉或往下拉 他都会固定在那个地方 那什么叫做一般夜角 譬如说像这样子 这个灰色的深灰色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一般的夜角 一般的夜角你上下拖曳的时候 他就跟着跑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固定式的浮动夜角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看 我们今天如果用手机的话 你看 我们用手机的时候 他也是固定在这边 那这个浮动的固定底部夜角 最大的功能就是 让访客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按 随时随地都可以按 他不管滑到哪一个地方 他刚好想要打电话了 他看到哪一个内容 他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可是在网页上 他可能找不到电话 或者是 这个上面这个浮动 上面这个固定式选单也不错 他一直固定在这边 可是这个浮动夜角 他很棒 就是他可以 自己去添加 这个是我在后台打的字 还有超连结 所以他如果要用LINE跟我对谈 他可以点这个加LINE对谈 他如果要打电话 可以直接按这个打电话 你看他就开启这个打电话程式 如果是用手机的话 就会自动用手机的打电话程式播出去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做固定在这个底部 让他不管怎么滑底部的这个页角都会固定在这边 这个就是浮动式的页角 第11课 我们讲这个小小图示 这个小小图示 他是 蛮有点缀效果的 像这个星星的符号 还有上面这个 像这个电话的符号 这个引号 这个其实并不是插入图片那么单纯 这只是一个小icon 而且是后台编辑器里面内建的小icon 他有上百个小icon可以让你去选择 而且他的颜色可以自由地做更换 像这个星星我就是用绿色的 在第11课我们会讲到活泼的动画 什么叫活泼动画呢 这个网站呢 我为了让他速度快一点 所以我让他不要有动画产生 但是你看这个网站 我重新整理一下看这个网站 好 这个就是活泼的动画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滑 注意看 动画都跑出来了 再往下滑 像这样子 好 像这样子 这个就是活泼的动画 那这个网站跟这个网站呢 都是用同一个编辑器 我们叫做 Elementor编辑器 就是你看到这个 Elementor编辑器 好 再来呢第12课呢 我们会讲到中文字体 好像很多人会问到说 这个中文字体 预设的很丑啊 就是那种微软的细明体很难看 网页上呢 其实目前比较专业 看起来比较舒服的字体呢 就是正黑体 像这个网页我们都把它改成了正黑体 那这个正黑体应该要怎么去修改呢 我们在第12课的时候 会跟你讲 他修改方式非常的简单 只要做一个设定就可以了 最后第13章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虚拟主机啦 虚拟主机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安装这个网站的时候啊 应该要选择一台主机去安装嘛 像这个主机 人家虚拟主机的机房就是这么多 成百上千台的主机的机房 放在云端 放在云端 云端其实它就是一堆电脑的集合 就叫云端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择虚拟主机呢 有的人是说要放在国外的 sideground 是放置这个Wordpress最好的 我们整个网站都是用Wordpress架设的 完全不用钱 软体完全不用钱 只有租用虚拟主机要花钱 那你可以去租用一年一千多块虚拟主机 也可以去租用一年三千多块的虚拟主机 那有什么差别 那要用英文的虚拟主机商 还是要用中文的虚拟主机商 哪一个速度比较快 我们在课展里面也会告诉你 也会分析给你听 如果你刚开始预算没有那么多 你就租个一年一两千块的虚拟主机 也OK 所以为了因应需求 现在目前这个一夜市网站 非常的适合现在网络行销的环境 还有制作网页的速度 其实你从这边看起来这个网站 它是一个很完整很正式的网站 它每一个选单都有 只是说 传统的做法就是每一个选单 就是独立跳一个页面出来 那可能会增加你载入的时间 比如说你要换页 载入的时间又拖长了 如果你把它做成一夜市的网站的话 像这样我点击选单 它就跳到那个内容去 如果他不点选单也没关系 他就从上面 看到下面 就好像销售页一样 从上面看到下面 然后就不做 不管他看到哪一个环节 他想要直接打电话 或者是直接用LINE跟你对谈 他就可以点击下面这个 浮动式的固定选单 点击LINE 对谈 点击播这个打电话 所以总共这个13个课程 我们就主要针对 一个网站 这边 这个范例 就会告诉你 怎么样去从头到尾做出这样的一个网站 那像这样一个网站 如果你要外包去给人家做的话 你说 我这只有一页而已 你不可以收我太贵 可是通常网易设计工资给你报价 一定通常都超过一到三万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网站架构 只是说你把每一个页面 全部都把它弄缩成一页 你说 以前是点下去 依照上面这个 这个选单来讲 变成一页两页三页四页五页六页七页 问题是 你如果把这七页全部做成一页的话 你跟人家讲说 我这只有做一页而已 你干嘛报七页的价格 你不能这样讲 因为它的面积还是那么大 从上面拉到下面 很多资料 你要再增加也是可以 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学会的话 其实你就马上省下了一到三万 最重要的是 目前这个时代 尤其是疫情爆发到现在 虽然逐渐趋缓 可是你会发现 这整个趋势就是 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有自己的网站 而且最棒的是 你可以自己 到后来去 修改操作这个网站的内容 如果你希望在家工作 接案 帮别人制作网站 那你一定要学会这些技术 也要跟别人收一万到三万 就是进你自己的口袋 这样一整套课程 总共13个课程 大概不到 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全部学完了 而且我们提供这个限帐课程 在家就可以学习 很棒吧 课程内容如果遇到不会的地方 也可以LINE 直接联系 OK 帮你解决技术的问题 我是刘海爸 有兴趣的话 赶快按底下按钮 与我联络吧